第五人格蜡像丝终于上线了 在宣传片中我们可以看到蜡像丝原本非常的帅心 她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妹妹 那时的蜡像丝推崇一种理论 就是根据人的头颅骨骼结构来判断人是否具有犯罪的特征 她的理论推动了她的蜡像艺术 而随着她的蜡像作品的推广 她的理论又被进一步的传播 在世界各地巡回演出后 蜡像丝回到家中发现妹妹被罪犯杀死 也被做成了蜡像 妹妹的死因很可能是罪犯为了报复蜡像丝所引发的悲剧 因为蜡像丝通过人头颅骨骼的构造来分析罪犯基因的理论 可能得罪了某些人而引来了报复 对方报复的方式就是把她的妹妹做成了蜡像 所以妹妹的死亡可能是由蜡像丝间接引起的 为了惩罚罪犯 蜡像丝把妹妹的蜡像和自己融为一体 她变成了监管者 她要用自己的方式惩罚那些罪犯 从宣传片的内容我们可以推测 蜡像丝变成监管者后 应该是想对她认为有罪过的人进行私情惩罚 而这种私情惩罚是把有罪过的人做成活人蜡像 关注我了解第五人格更多的秘密